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村记者会上 内政部长刘昌表示 针对涉子岛发展的各项议题 日前已经与台北市长蒋安副市长李世川进行深入讨论 在交用部分 为了避免重蹈内克拥塞堵车的覆车 双方都认同应该导入大众运输系统 刘昌也提出两项建议 首先是涉子岛轻轨规划应与新北的五谷泰山轻轨串联 其次是卢瑟大桥纳入大众运输系统 并且让脚踝车等绿色运具通行 我们建议未来如果涉子岛要发展的话 应该以大众捷运系统的导路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必要性 而且这个也要早一点确认 那卢瑟大桥呢 可以让这个涉子的这个轻轨 跟我们的五谷泰山的轻轨 把它接连起来 那卢瑟大桥如果未来是只走大众捷运系统 另外是思考搭配着绿色运具 比如说它的轻轨的这个路廊的旁边两侧 是走绿色的运具 比如说包括这个脚踏车 或者是人行的一个通道 其实它提供一个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可能性 另外这个也跟我们现在整个国家 2050近年碳排 然后整个绿生活绿环境绿交通 有一个更大的政策上的一个契合 对台北市政府提出要在涉子岛 划设5%社会住宅用地恐怕有所困难 牛昌表示理解 也建议未来如果设置轻轨机场用地 有检讨整合的机会 可以进一步评估 是否有增加涉宅用地的可能性 涉子岛上面大概有规划了一些 专用的这个安置的住宅 我们那一天大概有跟讲师长提到这个课题 不过内政部我们也提认到 因为在涉子岛的整个案子里面 他们的公共设置的负担 已经高达56% 所以要在这么高的公共负担里面 再去规划社会住宅 可能是会有一些难度 不过刚刚也提到 原本规划的设置的这个轻轨的机场 是利用上面这个地方 如果未来可以跟五谷泰山的轻轨 进一步整合的话 那机场的位置 是不是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的思考 那这个时候设置原本的这个土地呢 就可以再进一步释放出来 做其他公共设施的一个规划 或者是做这个所谓的社会住宅的数量 可以做这个稍微的增加 刘昌宇讲完也达成共识 很多议题交换可以直接沟通 不一定需要公文往返 希望让沟通进程更有效率 更快速 也更符合涉子岛当地民众的期待 我们有跟台北市政府也有提到 目前台北市政府所报的社会 这个我们社子岛区段征收开发范围 以及底价比例核定的这个案件 那目前这个台北市的地震局 已经把资料送到我们内政部地震师 我也请我们地震师密切跟台北市地震局来联系 来补充相关区修正的这个资料 那不用在这个行政公文这种往返 然后来加速后续审议程序的一个召开 对于林佑昌来访 台北市长讲完表示双方会谈气氛融洽 也就社子岛各项议题充分交换意见 对于林佑昌提出轻轨与卢塞大桥的解决方案 讲完认为这个方向没有问题 的确需要从整体来看 希望中央与地方一起努力 让社子岛发展往前迈进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右手碰触左边膝盖一边做一边数数 56岁的钟女士一人独居 中风后被评估为失能 让她沮丧无力感倍增 透过治疗师每星期一次到载 以个别化循序渐进的方式 进行赋能训练 现在钟女士不但逐渐完成日常生活 更养了宠物兔 但在我们一项一项恢复功能之后 她可能就会有很多想法 有些积极的个案 好像她一开始是独居 如果卧床可能会觉得说 她会不会就是有点自我放弃的感觉 那慢慢增加她的信心 过程中其实就可以发现 她可以走路了 然后可以参与一些社会活动 那想要外出等等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 特别是她后面她想要 可以照顾宠物 照顾兔兔 就从一个被照顾者的一个状况 那提升到她想要照顾人 她可以照顾不只照顾自己 可能想要照顾宠物 那当然相对的 她的功能要提升很多 特别是一开始她的心态 她的心灵就是你要很健全 那另外一点就是 她的一些 她要自我检视 我哪边不足 好像她有跌倒的状况 她就会想说那我走得更好啊 她就会激励她的次数 像现在踏步 本来我要求说她踏30次就好 她就会说我要踏100次 那很好 那甚至会自己做记录 有些中风患者 他很容易就往旁边倒下去 因为她会半边忽略 忽略她的换侧 那有倒的状况 其实要很大的注意力 你可以看到 她做动作的时候 左右两边都做 这当然是经年累月的练习 才可以有这样的成效 都已经是上百下 那她做动作的时候 会有数数 数数也是加深我们的专注力 因为有时候患者会说 那我要做几下才可以 她又觉得说 我好像都没有进步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跟她讲 你看你数数就可以数30下 10下10下 三次就30下了 慢慢累积就越来越好 像目前她做脚的开合动作 脚的开合动作最主要的话 当然跟我们身体稳定是有关系的 像很多个案的话 她容易跌倒 在家里容易跌倒 不外乎她的脚步就太小步了 走路会越来越小步 那眼睛可能没有再注意看手跟脚 但就容易发生跌倒的状况 那现在就是在做剪兔子便便的时候 我觉得兔子还是有个优势就是 大小便的时候比较容易清理 所以她用手就可以直接捡起来 那当然眼睛看身体往下弯 蹲下身然后食 其实剪大便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动作 要不断地练习 像她现在剪好像很容易 可是其实一开始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她往前弯就会怕 会怕跌倒 她以前跌倒的阴影 心理阴影就会浮现出来 卫生局表示 透过专业人员六个月十二次 短时间且密集性的到载介入服务 指导个案及主要照顾者 达到训练目标 让个案学习自我照顾能力 或家属学习照顾技巧 我们的流程呢 当然就是收到了这样子的需求 那我们就会到案家去做评估 那因为这个钟女士她是独居 其实她有一块就是她很担心 她自己有没有办法 回到社区之后 能不能够在家里不会跌倒 这种担心害怕的心情 那受到了这样子的需求之后 当然就是会做一些 我们代表里面应该要有的照顾评估 那之后她有这样子的 她当然还是希望她能够 除了她的肢体功能 能够稳定的恢复之外 那之后呢 其实我后来再访试她 我觉得这边也要谢谢自理 物理指导师这边 等于是说重建她的信心 她又想要外出再去找工作 那我们配合长照2.0 提供了道载的专业服务 那希望说借由需要使用到长照2.0的个案 在居家的时候 一样可以有专业的服务 那赋能治疗这个部分就只要是希望能够提升 个案在自主健康生活的能力 维持社会的一个参与 还有社交的活动 减轻照顾者的一个负担 卫生局表示 长照专业服务目的是为了让个案 能够学习自主生活 不再总是被照顾 呼吁民众如有专业服务需求 可拨打1966长照专线 或至台北市长期照顾资讯网 线上申请 记者林奇会台北报导 网红整容展睿 比出爱奇儿友好手势 担任天使星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邀请民众在3月16号到台北市立动物园 参加336爱奇儿家庭日 关注身心障碍儿与其家庭 主动冲击 结果就看到天使星 对 就遇到然后就好好了解一下 好好做功课 然后后来就透过社服的过程 然后这一次就透过介绍 然后就是被邀请 来就是参与这个336公益的计划 然后就觉得有很大的改变跟突破 然后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学习 其实不包含是做公益 我觉得对我自己本身 付出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成长 我觉得大家都是正常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新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先吓到 或是说有点反应 或是会察觉 也是会 但是对我还是会 就像我在背景上听到婴儿哭 或是遇到神奇障碍的朋友 我一定会看一眼 但是那种看是平性的 其实刚刚我们两个在排练的时候 我们就有跟他们沟通说 我们两个都会有 平常真的如果发生的话 所以看到你们其实反应就这样 其实你们两个还蛮冷控的 因为会觉得你可以去观察 用你的感官去观察 如果他需要 如果他需要帮忙 他会跟你说 那如果他没有需要帮忙 我觉得我们要把他们看待 其实就跟我们一样 请进去演出身心障碍 而家庭生活的不便与难处 期盼更多人以同理心接纳他们 支持爱奇尔家庭心灵更健康 我们很多的爱奇尔家庭 他好期待被理解跟认识达到百分之九十 有时候是胜过于他可能精神上 可能胜过于物质各方面的支持 那这个也不能念错 我查了一个文件 美国精神健康协会 他有一个调查 身心障碍的家庭 忧郁症的几率比一般的人口高三倍 而且特别是像隐形障碍的 像痴鼻症等等 所以如何在一个环境里面 让这些孩子 这些家庭能够走出来 这也是促使我们天心一直在想的 如同我们的口号 父母先走出来才有希望 走出来很实际 就是要来晒晒太阳 然后我也想要趁着今天的情况 跟大家回应一下 通常我们期待被友好 就是一般的民众 然后一般民众 他在友好的过程 他能够得到神 其实这方面也有很多的文献 那我相信为人最热的 最快乐的这个事情是很真实 就如同我们今天改变了一个方式 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爱奇奥队 他可能有不同的那种举止 会让我们觉得很压抑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规范 他如同我们一般人的规范 但是如果像今天的场景 恩义 他对那个声音的 你想想看 我们拍手拍一下 他会放大十倍的时候 每次只要鼓掌 他必须用尖叫来抵抗 你要叫他符合规范 那很难 你就是必须要去做了很多的改变等等 但是如果说我们一般人只要换一个方式 我常常常定调就 当我们有能力用这种方式来呈现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感觉我们是可以祝福人的人 我常从这个方向去看 这个孩子他的不方便 但是带来我们愿意改变的时候 其实我们好像也蒙受了那种祝福 我们有能力祝福别人的这样的感受 期待 336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互动里面 我们让社会能够更好 有时候就真的碰到 公车司机 不但那个 那个降下来 没有靠边确实 他那个斜板没有降下来 不但这样子 有时候在上车的过程当中 公车司机只是催促一下说 较快了 较快了 不要去抖到后面 坏一点 你知道对这些的家庭来讲 他们的 里面是很难过的 他们没有感觉到爱 没有感觉到被接纳 我就处理过好几个这样子的案子 那么我赶快找了公运处 那么来 那么提醒司机大哥 说不可以这个样子 不但这样我们还要加强训练 所以台北市政府 还有我们的整个社会 还有很多要做的 我非常支持这样的活动 走出来 而且这次是到公务员 对不对 非常阳光 那么那一天鼓励大家 不但我们自己走出来 我们也鼓励所有的家庭 带着所有的爱情人一起出来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 大家要鼓励他们好不好 大家不但要鼓励他们 要支持他们 而且要陪伴他们 那另外我想其实在台北市政府 我们面对身心障碍的一个 孩子的照顾 其实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我们现在面对少子化的时代 那但是呢 我们需要被关怀照顾的 甚至很多隐形的家庭 都我们并没有看到 但是呢 这样的问题 它都会逐步的出现 而我们未来能不能有更多服务的方案 服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建设 甚至我们能不能去建造 更多所谓的全日型居住 或是所谓的日间照顾的系统 那这个部分社会局 那这个客户融化 一定要及早来做一个部件的动作 那所以我也非常感谢 我们天使心这边 首先呢在文山区 帮我们建构了一个 爱奇艺的一个发展中心 天使心基金会 服务爱奇艺家庭超过20年 从2010年起 每年3月 第三个星期六 举办336爱奇艺家庭日 串联台北 桃园 台中 台南 以及高雄同步举行 让爱奇艺家庭 藉由户外运动 扩展人际 并释放压力 也盼更多人理解他们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很有善就能让爱奇艺家庭 开心一整 2025月18号起 北市减碳率日书 优败 闲三十分钟点败 运动消闲 保健康 中情同学 罗美通 欢迎 多加利用 为了让台北成为安全之都 运动之都及未来之都 并落实2030北市减碳40% 及绿运输使用率70%的目标 台北市政府2月28号起 实施U-bike前30分钟免费 且同步扩增车辆规模 也谢谢我们居住同仁 以及很多市民朋友给我们的反馈 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也做了很详尽的研究 跟规划相关的配套 也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以及调度站点的统计啦 持续的监测 所以选在明天正式上路 我想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是希望让台北市 持续朝向 近零碳盆目标前进 达到减碳永续的 共同目标 其实我想台北市 我们身为首安之都 我们的施政怨底 永续购融希望首都 永续这两个字放在最前面 表示这是我们施政的重中之重 所以今天U-bike前30分免费 不只是在交通运输 在居住 在废区处理等等各个面向 我们全面动起来 而交通是跟市民朋友息息相关 U-bike在台北市 我们有1338个站点 是部件全国最高 也是密度最高的城市 所以我们应该借由这样的优势 鼓励市民朋友 来使用论运输 使用U-bike成为它运据的项目 最优先的选项 另一方面 其实我们在推动这样的政策 我们也做了相关的配套 我们不只是增加车辆 我们扩大我们的规模 我们也预计在接下来的三年 会投入一万两千辆 今年就会有六千辆 那我们会逐月的来增加 同时我们也是随时在监控 每一个站点它的租界次数 建车率以及调度站的建车率 我们会即刻的做紧急的应变 我们有成立紧急应变群组 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于每一个站点 无车无站的情况 有监控影标板随时掌握情形 另外我们也增加了调度人员 以及调度车辆 我们希望能够在政策上路之后 而面对各项的可能发生的困难 我们即刻的来解决满足市民的需求 其实我们很重要的是希望 达成我们阶段性净零碳排的目标 2030减碳40% 也希望我们的绿运输使用率达到70% 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市民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努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推出了减碳存折 所以未来使用U-Buy也可以 累积到我们的减碳存折当中 我们接下来都会有各项的方案 来鼓励大家尽量的使用U-Buy 搭乘捷运 使用公车 使用绿运书来成为大家交通的运具 那最后我要再次的谢谢我们维丹 我们市府所有的同仁 以及在推动这项政策付出的伙伴 能够让这项政策明天正式上路 使用30分钟免费以后 我们预估整体的租借次数 会增加到15% 那因为我们之前大概 除了定期票跟转称优惠以外 大概有50%的人 现在已经享有30分钟免费了 那我们现在使用30分钟免费 原本50%的人 他要付费的人 他现在也不用付费 那我们预估一年 大概新增2700万人次的租借次数 是不用再付费的 那大概可以增加 整体可以增加15%的租借次数 那可以 大概可以减碳7000吨 然后可以减少18 做大安森林公园的碳排 未来我们搭配我们的扩生计划 我们除了车辆会增加1万2000辆以外 到2017年会增加1万2000辆以外 那我们的站点 也会从我们现在的 1338站增加到2000站 在115年预计增加到2000站 提醒民众 公车捷运双向转乘 U-Bike就不再重复提供优惠 原同站还车再续借 需从原本等待5分钟 延长为10分钟 避免占用其他民众使用权益 人力银行公布2024企业最爱大学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在整体排行榜中 占据前10名的学校分别是成功大学 台湾大学 阳明交通大学 台湾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中阳大学 政治大学 台湾示范大学 淡江大学 及中正大学 显建国立大学品牌 还是极具吸引力 也是就业保证 其实企业主呢 他们希望的人才是兼具理科 还有这个所谓的各方面的多元知识专业 最好是可以结合现在所谓的AI技能 也可以结合现在的很多数位资讯 但是同时又保佑你的可能是金融专业也好 又或者是人文专业也好 像这样子拥有多方位的技能 其实是现在跨领域的这个所谓的企业是最喜欢的 等于是说你是一个多边形的展示 因为我们的这个问卷调查 它是分了很多的细项 那我们的调查有整体排名 还有所谓的一般大学排名 那整体排名的话呢 我们看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 那一般大学的话呢 它是比较偏向是综合型的发展 那整体大学的话 他们可能就是相对于来说 偏向跟外面的企业 他们合作的程度是不是比较高一些 所以跟产学合作来说的话 评分会比一般国立大学的评分 要再来个更重要一些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说 毕业证书是一个入场券 但是通常到了第二份工作的时候 其实企业主就比较没有这么重视了 不会说完全不重视 但是重视的比例会随着你在企业待的年限 越来的越递减 因为一开始来说你是新鲜人 所以你前面只能看你的打工经历 还有社团经历 那再来就是只能看你的毕业证书了 不过在第二份工作之后 大家看的就是你前一份工作的表现 你前一份工作有拿出什么 比较特别的奖项或者是肯定 所以其实以毕业的学校来说 是第一张入场券是没有错的 今年几近前十强获得整体排行 第八名的台湾师范大学 有11%的国际学生 拥有国际化优势 而在私立一般大学排行榜中 但江大学 辅仁大学 东海大学 依然位居前三大屹立不摇 其实台师大在这二三十年来 我们从培养老师的大学 经过三十年的退病 其实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中二性大学 那各位可以了解到 台师大也有科学与工程学院 也有管理学院 去年我们更成立全台湾 只有十家有的跨域产创学院 这只有十个大学里面有 所以我们从传统的注重 这个师资培育的大学 已经变成说在理科 工科 管理 等等方面都非常完备的大学 那这当然也是让学生 有更多在职场上就业的机会 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大学现在已经在建立 整个云端校园2.0 那云端校园整个包含 整个校园的全云端 所以很多的都是跟我们的台湾微软 跟或者是远传电信来合作 那很多的一些合作项目 我们应用在我们的教学 在行政以及服务上面 还有老师的研究 所以这方面进展非常的先进 那另外我们对学生的教育 也非常重视资讯化这一块 我们在同时教育里面 受了一个学分的必修课 因为我们了解到现在时代的产业 时代的趋势 产业的需求 无论是什么科系 都必须要具备这样子的能力 在公立技砖排行部分 台科大连续三年夺冠 而私立技砖则是治理科大 稳住冠军大位 受到少子化影响 私立大学技砖则力图走出特色 交出亮眼成绩 就业不是一般找到工作就算就业 我们这里一直强调是 学生能够适性 能够根据他专业 根据他能居住的地方 能够幸福的 能够在心思比较优的状况下 能够去就业 所以这种状况下 我们前提状况下 我们很重视的是 我们学生的训练 必须注视食物 所以说我们除了学生毕业证书之外 我们还必须希望毕业证书能够加值 毕业证书能够加值 必须要考虑到 我们本身要根据市场的发展 未来可能要哪些工作 制合学生的 这种状况下 我们学生在推 毕业证书要加上他的竞赛 比如有国际竞赛 比如说有全国的竞赛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毕业证书就加值了 另外就是我们希望学生 能够考证照 优质的证照 红点 国际证照 国内政府的证照 科大必须要走向企业 所以我们希望学生能够 不是毕业的时候 才去跟企业连结 我们希望他二年级开始 就能够跟企业连结 稍指化我们学校的一个发展 其实就是希望给学生 多元的一个资源 那所以除了这个 经济文化不利的一个 第二专长补助之下 我们也是发展 那个一个系 一个特色亮点证照 举个例 我们目前知道 现在世界趋势 是电动车绿能 所以学校也跟这个 工信电子 老轩 薛明志董事长合作 在昆山科大 就成立一个 工信电子的一个 南部研发中心 那我们负责培育 这一些学生 打造成为一个台南 这个电动车的一个 人才产业基地 那目前呢 也因为我们在 开始来办理这个 i-pass的一个电动车的 一个证照 那相信这样的一个 资源投入之下 包含学校有15座的 一个类产线 有这样的类产线 可以未来 让学生呢 在跟产业的一个实习 可以多多练结 最后可以无缝接轨 好就业就好业 我们学校对于这个 智慧医疗 其实琢磨非常的多 那在医院 在学校都成立了 这个人工智慧医疗的 这个相关的中心 所以这是 我们的一个重点 那对于学生来讲 那我们也希望他能够 看看外头的世界 那小的就是到 临近的学校来做 共同的学习 那所以呢 刚才也有谈到 这个双足修 俯系等等 那我们的双足修 已经是迈入到做 跨校双足修 而且这是教育部 所认可的 所以双校可以 共同培养 那我们跟 中兴大学 我们跟东海大学 做了很好的合作 那未来这个基础 也会再放大 人力银行发言人 黄若薇表示 人力银行网站 学测落点分析 会更新今年 各科级分标准 帮助考生 掌握精确的落点结果 记者领席会 台北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 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重 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 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合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民主学校热血沸腾 立法云罗志强与叶元支 牛许亭三人共同宣布 民主学校第四期民主改革营即将在3月15号开课 主办的罗志强表示 民主学校第四期讲师阵容是史上最坚强 不但邀请前总统马英九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立法院政府院长韩国瑜江济成等54位立委 也将担任学员讲师 与学员分享社会大众十分关切的国会改革议题 几个重量级的大咖都已经答应过来 包括我刚刚讲的马总统 然后韩院长江副院长 那都已经答应要过来 好 朱主席 那54位立委 我也今天也非常高兴 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一邀请 已经大概邀请了40多位 还在邀请中 那目前大概只有两三位的委员 因为出国或其他的事情 没有办法来 那基本上到目前我们邀约的 这个委员担任老师的那个出席率 有将近九成 所以因此这会是一次最盛大的一个 我们的国会改革营 那第二个要跟大家报告 这次的这个国会改革营 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营队的形式 因为它是结合国会改革议题 还有青年训练营队 两个目标共同结合的 所以它会分成两大块 一块我们会有设八个国会改革 相关我们的法制改革的主题 举办论坛 那每次论坛大概都会有两到三位立法委员 然后再加上一位专家学者 然后再跟年轻的这三十位学员 共同举办座坛 所以会有八场论坛 那大概会有将近十场的沙龙 这沙龙就是邀请立法委员 然后跟年轻人来这个传承 这个政治的一些经验 然后也做很多的一些跟青年的互动 就是说透过跟年轻人交流 也可以让所有参与的立法委员 了解年轻人们对于国会改革的一些想法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双向的交流 一年三天的国会改革营总共有八个子题 八场青年论坛及十场青年沙龙 除了对青年朋友传承参政经验 也是一个双向交流的契机 将担任论坛主持人及讲师的叶元支 与牛许婷也认同罗志强主办民主改革营的作法 这个机会大家互相交流 一方面认识我们立法院 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想法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学生的角度去看说 过了这么多段时间 你们对我们的理解是什么 那其中有没有误会 那有没有需要我们厘清 或者是需要我们补充的地方 那这个交流我认为是蛮重要 我们都非常乐意在这个过程中 不管是提供国会改革的意见 或者是提供青年参政的分享 让更多的年轻人有多一个媒介 多一个空间 多一个机会 可以了解国民党的运作 了解立法院的运作 为这个蓝军未来储备政治人才 多一份的力量 曾参加民主学校的学演 分享心得 觉得收获颇多 民主学校第四期报名 从即日起到3月10号为止 三天的营队结束后 还将征选优秀学员到立法院或议会实习 欢迎有志青年加入 投身公共事务 让国会改革增添更多 青年世代的声音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冬季是诺罗病毒及轮状病毒 主要流行季节 依据机关署资料显示 台北市近两年通报复泄群聚案件 有高达76% 发生在11月到隔年3月间 其中有81%为诺罗病毒引起 任何年龄层都可能感染诺罗病毒 而轮状病毒则是引起5岁以下幼童腹泻 最常见的原因 今天要谈到两个主题 一个是弄罗病毒 一个是轮状病毒 弄罗病毒通常发生的是年纪比较大的 大部分都是大人穿给小孩子比较多一点点 那么他大概都是发作的时间 就是以吐为主 大概1天到3天左右 他都结束了 轮状病毒就不一样 第一天第二天先吐 然后接着去拉肚子 那么可能拉个七八天左右 慢慢慢慢地改善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说很大的死亡率的问题 可是一旦拉肚子的时候 他就发生他没办法散疤 没办法散课 还有这个爸爸妈妈去照顾他 要住院等等一道对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台北市卫生局 对这个轮状病毒疫苗的接种力 偷有做补助的计划 所以这个就对我们很多小朋友 就非常的棒 所以轮状病毒跟NORO病毒 我们再怎么样子呢 最重要虽然他传染力很高 但是最重要就是要怎么样去做议法 所以当他口语疫苗 可以是最简单的方式 但是如果说万一如果呕吐的时候 或者是常使怎么用 我们通常就是用1000ppm的 这个表白水去做处理的模式 如果有真正的呕吐物出来的时候 那么就要到5000ppm 这个就是一般的处理 马届儿童医院李鸿昌医师 特别提醒照顾腹泻孩童 避免常见的错误观念 应注意腹泻时 更要及时补充水分 及预防电解质失衡 以免脱水 另外运动饮料含糖量高 应以口服电解质水容易为主 并适时就医治疗 那当然一旦得到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水分跟电解质的一个补充 那么大笔上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尽量喝所用 药用的或医用的电解质饮料 尽可能不要去喝 所谓的一般的外面卖的运动饮料 因为运动饮料它里面主要是这盘 但是我们医用的运动饮料 的那个所谓电解质饮料 主要是補充这两个不一样 那么用电解质来讲的话 医用的通常电解质含量 只要高一点点通常是35-50ppmEQ 但是市售的运动饮料里面 最高的是生活运动饮料 也不过是28.8mEQ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一旦有问题 竞格是用医用的这个电解质饮料 这样来做处理 卫生局呼吁病毒性肠胃炎传染力强 容易在各年龄层中传播 一旦出现呕吐和腹泻等疑似症状 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 同时注意环境清洁 症状解除48小时后 再返回上班或上课 以免将病毒传染给家人或朋友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民众聚餐或闲暇之余会小酌助性 但饮酒过量不只会影响个人身心健康 更会造成家庭与社会的问题 卫生局持续争取卫福部酒饮治疗费用补助方案 若民众有饮酒问题 可寻求专专业评估与协助 其实有一些个案 就是我们会发现说 它的喝酒状况 其实有一些达到就是失控的情形 好比说它已经就是营养量越来越大 然后整天都耗在就是喝酒这件事情上 没有办法做一些正常的工作啊社交等等的 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担心 会不会有一些酒精成瘾的状况发生 那这里就简单列了就是四个 就是筛检的问句 只要出现上面任何一个情况的话 我们就会高度怀疑它有一些酒精成瘾的课等性 那需要就是尽快的转介到精神科 或是成瘾防治科去做一些评估跟治疗 那这四个问句分别是就是 第一个如果当事人有没有出现过一种情况 就是他其实没有想要喝太多 但是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控制 就是不知不觉着喝过量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第二个则是就是 他周遭的一些家人朋友 其实会劝他应该要少喝一点 也就是这种情况被周遭的人就是发觉到 然后提醒当事人 那再来的话就是对于喝酒这件事情 这个当事人他会不会觉得 好像会有一种就是不应该 或是会就这个罪恶感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最后就是说 有没有曾经出现过就是 在早上一起床都还没有吃任何食物 或吃早上的情况下 因为觉得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 得要去喝一点酒 然后让自己好像比较精神恢复的这种状况出现 如果出现这以上四个状况的任何一个情形 那就要高度怀疑是酒精成瘾的情况 然后应该要进入到精神科或是成瘾防治科 去做一些离估跟治疗 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已将酒精食用障碍症 列为影响全球十大疾病之一 酒饮者长期饮用酒精会损害全身器官功能引发癌症 另外喝酒会脸红的人代表可能具有酒精不耐症体质 会让健康损害情形更加严重 那其实大家比较常知道应该就是 比如说酒精性肝炎或肝硬化肝癌这个相关的疾患 是跟酒精有高度相关的 那其实除了肝脏的疾病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器官的一些疾病的 就是风险因体其实跟饮酒也大有关系 那这边就列举出就是一些 就是目前研究上显示说跟就是常情用酒精 可能会导致的疾病的一些裂点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些失智的一些情况 那还有一些人是有些神经病病 好比说一些手麻脚麻 或是说步态会觉得不是很平稳 走入好像有点颜色导致的那种状况 那这个是神经的一些病病 那再来的话就是一些癌症相关的 好比说口腔癌、口咽癌、喉井癌跟食道癌 那可以看到就是跟就是我们的消化大池衣有关系 也就是说你酒一喝下去之后 它所到之处的这些消化道 其实都有可能会受到它的一些危害性 那再来的话心脏的部分 有一些人到后来会发现说 有一些心肌肥大的情形 那这个可能也会跟酒精摄取的之间 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那再来女生的乳癌的部分 目前也有研究发现说跟饮酒有一些关联性 那再来就是大家所所知的一些肝因化跟肝癌 那这部分就是相关性 我想大家应该都从门想 那也确实在领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情况 那最后的话就是一些大肠职肠癌 那甚至是股值疏松 依据国建署国民饮食指标手册建议 以啤酒为例 男性每日不超过一罐 女性不超过半罐 卫生局提醒民众留意自身与亲友 是否有问题性饮酒行为 及早察觉并寻求专业医疗协助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拍手门口一片狼藉 地面上满是玻璃碎片 值班同人目击 卡车冲破玻璃门 直接撞进手内 撞烂值班台 我在办公室跟民众调解结婚 就听到碰一声 案发当下小货车的行车记录器曝光 小货车以超快速度直接冲撞派出所 当时值班台旁有两名远警 一男一女直接被撞上去 女警受到皮肉伤 但男警却没有生命迹象 送一抢救之后仍然回天法术 直接进来 那你们那时候在做什么 就是你们在了解那个 我在用业务 妳在用业务 被迎面而来的火车撞上 苏心远警家属从新北赶到医院 金融市长谢国梁第一时间也赶到医院 包括警察局长龚群能 警政署长黄明昭 分别前往急诊室 问家属 对于远警发生不幸的意外 表达遗憾和悲痛 她才24岁 所以她是觉得非常的温馨 我们会全力的来协助她家属 现在她的叔叔爸爸妈妈 还有她的妹妹现在都还在 那我们就是尽我们可能的来协助她 那她这个是因公来殉职 所以我想我们警局也好 警政署也好 我们都会来全力协助后续的一个事宜 那因为还有很多的需要查访 跟这个证实的状况 那没有证实之前 我们也不宜往下断论 所以这个请各位稍微 见谅给我们一点时间 是不是跟罚单有关 还是说什么原因 目前我们都不能够去 特别的去做论断 这个请抱歉 我们还真的还带理清 让我们有点时间 随后署长黄明昭也前往案发现场 巴图派出所了解事发经过 我想我们同会这样执行 说这样子被这个 这个罪无可赦的这些歹徒 就这样开车来冲撞 导致我们严谨的死亡案件 感到非常不舍不及 非常心痛 警方调查冲撞拍索的过车 是失去车辆 车主表示车辆是在奥底被人抢走 目前嫌犯冲撞拍索动机 都还有待调查理清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导 幻以忘去 整条田辽河都布满白色泡沫 还以为河面上 铺上了一层白雪 白色泡沫从排水管流出 29号中午 金融田辽河上布满白色泡泡 环保局长亲自带队前往现场 抽取水池化验 如下的泡泡找寻源头 发现旁边一家银行 清理地下室消防蓄水池 清洗完的废水 竟然就直接排出 从这边 然后因为他们清洗消防酸 消防酸清洁之后 他们直接把清洁的废水 直接排上去 让你们来抽的嘛 对不对 他们主管知不知道 你们有通知这件事情吗 还没啊 我刚刚就先给你们过来看 什么动作 你们那边现在就停工 不能再抽了 没有再用 不能再抽了 环保局要求业者立即停工 由于田辽河终点 由向金融党 议员要求政府要调查理清 田辽河上面 有浮现大量不明泡沫 那大家看了非常恐慌 而且有一些味道啊 那特别呢 我赶紧通报 我们金融市环保局这边的相关人员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来了解 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 那 呃 今天来到现场看了 确实 河面上面真的弥漫了非常非常多的泡沫 在这里呢 也希望 呃 请金融市政府 是不是能够尽快跟我们这个 海洋管理相关的单位 能够借这个海上的拦污所 能够尽快的将这些泡沫拦阻 避免它流到我们的海洋 因为我们都知道 田辽河是通通往我们这个 基隆海港内港的河流 所以呢 希望这些泡沫不要进一步 变成污染海洋 那我们同仁也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那我们初步判断呢 是这旁边的银行 因为它在清洗它地下室的消防蓄水池 所造成的泡沫 那他们没有经过适当的处理 就直接排到水沟 直接就进入到田辽河当中 那环保局我们目前会先针对水质的部分 做采样 先确认有没有污染的疑虑 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个相关的业者进行采伐 金融市长谢国良第一时间脸书发文 要求环保局彻底调查 抽样水池持继续的监测水池状况 避免造成海洋二度污染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画面上是议长佟子委办理会刊 邀请市府交通处交通队与当地的里长 在靠近仁爱市场的爱三路与仁寺路口 进行观察与讨论 将启动行人专用石像 让行人绿灯亮的时候 车流会暂停下来 全面让行人通行 我想这沿线都是爱三路 那爱三路在我们基隆市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商圈 邻近有基隆庙口 然后冷爱市场 然后再过去也有我们一些 相关的一些商店街 那我想 呃 庙口那一段跟南農路这一段呢 都已经改成行人专用的石像 那在过去这几年的这个 事办成效也非常的良好 那我们在今年过年期间 有接获非常多的民众 表示说前后两段 都已经改成行人专用石像 那我们在爱三人寺这段 也就是人爱市场这一侧呢 还是没有这样子相关的保障行人安全 那我想我们这一路 从政以来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 人本交通 还有行人的安全 以及我们人行道的设置 所以我们在这段 我们经过跟交通处 还有交通队的专业评估 包含车流量的一些调整 我想我们这一段改成这个 行人专用石像 也就是只要是人行绿灯 不管你哪一项都可以走 那这样也可以加速采买的流程 也可以减少我们这些事故的发生可能 我想这样子对民众的安全 是一个比较相对有保障的 要考虑知道车辆的安全 行人的安全 如果他们专业的交通队的 交通警察他们专业的 他们设置可以的话 那我们来按照他们的办理 来实施来做 这个行人优先前 这也是最安全的 对百姓比较有安全的照顾 艾山人士路口 这个地方因为临近人籁市场 以及庙口夜市周边 所以这个人车的流量都相当的大 那以往这个车辆行进路口 因为行人跟行人交织的问题 造成这个车流回堵 所以我们这边会搭配这个交通处的部分 来研绎跟这个艾山路人五路口 以及艾山山路口 这个行人作用的实相的部分 来做一个调整 那希望可以来增加车子的行车顺畅 以及行人通行的安全 那个交通队还有里长 以及议长他们所提的部分 那交通处原则上可以全力来配合 那针对这个路口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可能也会增加 它的一个行川线致命性的部分 那也可能会考虑 就是说来发射律底行川线 增加一个行人行手上的一个辨识度 那整体的一个改善作业 我们预计是在清明廉价前 可以全部完成 据了解交通部长王国财 已经要求全台各县市 推行人专用实相 与行人早开实相等改善措施 希望能够真正落实人本交通 让台湾摆脱行人地狱的恶名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当行人绿灯亮起 爱三路以及人三路往中一路方向的车辆 全部都得停下来 里让给这个路口四个方向的行人通行 可以走十字行对角线 也可以直线过马路 这也是基隆市政府在爱三路人三路口 也就是庙口外面 实施多年的行人专用实相 由于效果相当好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相当称赞也认为 庙口周边包括爱三路 及人四路口 以及人一路和爱四路口 都可以请市政府交通处评估 划设行人专用实相 让人流和车流都可以安全分流 我们基隆市有非常几个重要的指标路口 就像我们刚刚一路从人五路 然后转过来爱三路 那相关都已经改成这个行人专用实相 那我们今天就补足这个人爱市场的这个 那个重要路口 因为人流也非常的多 然后来改成行人专用实相 保障行人的安全 那我们看这个庙口这一段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事办的这几年 我想成效相当的良好 尤其在假日 我们基隆市是大台北地区非常多的民众 都会来我们基隆庙口走走 所以在这段行人专用实相 相对的保障我们所有行人的安全 我们希望人爱市场那段 也可以成功来争取 那我想庙口周边 包含爱四路还有一个夜市 那边也是人流最多的一个地方之一 那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现在爱三转人一 然后沿路直过去到 经过爱四那个十字路口 我想也请交通处跟交通队 做相关的评估规划 那我想知道交通处说 他们一定会做一些车流量的 这个规划 那我们也要不能做太 我们在调整秒数 或者是调整相关的一些 炮制的时候 都必须考量我们的交通状况 当然行人第一优先 我们也必须控制基隆市中心的车流量 我想一个进步的城市 当然不可能不塞车 热闹的城市也不可能不塞车 但是要有适当的规划 规划人流车流 我想是一个政府应该努力的工作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心 我们市中心的交通 还有行人的安全 并且人行道的设置 我们会持续的争取 议长童子伟进一步表示 适度划设行人专用实项 分离行人和车辆通行的时间 可以让行人安全安心过马路 也可以减少因为离浪行人过马路时 可能导致车流研制塞车的状况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针对林又昌部长质疑 日前警方夜闯东岸商场 是否为市长谢国良下令 市府发言于志明 特别提出三点回应说明 2月1号点交东岸商场的过程与做法 也强调市长谢国良参与交通处会议 是为了详细了解点交过程的事法性 及需要警方协助的内容 那首先呢就是呢 市府呢与大日的OT契约终止 那大日呢跟NET的这个租约也会随之而终止 而依照我们OT契约的第12条 市府呢是可以进行取回资产的 那再来第二点喔 市府呢在点交的作业呢 是在1月31号当天的下午 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先完成了地下停车场 那在2月1号的凌晨 接续完成地上商场的公共设施的部分 那另外呢在当天开锁的几处 都是机房、中控室 还有消防设备等公共空间 并没有进入到商家的店面 因为市府取得的是营运权 才能够呢依照新约 把营运权交还给新的厂商 那另外呢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 东森的小巨蛋案 其实北市府也有过类似的强制接管的案例 就是在点交的过程当中 交通处呢是负责张贴公告 然后呢开门然后录影等等 并没有动到Net所有的这个动场 而且呢完全没有进入到私人的店面 那我们再重复一次 是完全没有进入到私人的店面 而警察局呢也是基于行政协助的立场 有派专员在现场来维持秩序 就是为了避免民众呢在现场发生资劳 以顺利的能够完成公务 而在点交当晚啊 市长呢参与交通处的会议呢 也是为了了解这过程中的事法性 以及呢需要警方协助的这个内容 而并非是外界所指控是市长下令一事 这是完全是不实的内容 那呢另外我想跟大家再补充 如果依照OT的这个时间到期 我们都不能进入到公共区域的话 那其实这个产权很有可能就会变成Net的 如果无法取得公共设施 就无法把营运权取回来 进而会影响到这整个公共安全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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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